土地註冊處公佈的最新數字顯示 2022年全年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所有種類樓宇買賣合約 一共有59,619份 按年下跌38% 較2020年跌18.7% 樓宇買賣合約的總值是5544.6億元 按年跌39.6% 較2020年跌11.8%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梁昇子 成交的中數創32年按年歷史的新低 跌破2013年的70,503宗的低位 而金額就創2016年5,328.1億元後的6年新低 他又指 2022年受到疫情和加息的雙重打擊 樓市交頭疲弱 隨著美國加息放緩 政府撤銷防疫措施 以及通關在職等的離好消息刺激 近期樓市的氣氛好轉 成交增加 近期市況將反映於今年1月底的登記數字 而樓宇轉讓方面 2022年樓宇轉讓契約共85,976份 按年跌26.8% 較2020年跌3.4% 樓宇轉讓契約總值6,913.5億元 按年跌25.2% 但相比2020年就上升了5.1%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旁邊 多下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